大家好 在疫症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是平安大吉 恭祝大家生活愉快 今次我准备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这本新书 叫做《刺观讲怪兽》 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呢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几十年 差不多成二十几年 我都很喜欢研究什么叫怪兽 怪兽是什么东西呢 涉猎中国的很多本名著 譬如山海傾 譬如讲鬼的 譬如讲怪的 讲精的 讲妖的 这个是差不多中国人的文化来的 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譬如说我们里面 我最喜欢的里面的一个 chapter 就讲龙 中国的龙呢 跟西方的Dragon 和印度的Naga 甚至乎中国人的 道家的海龙王呢 其实都不同的 那怎么不同呢 他本身呢 在书里面已经介绍过 最重要的不同就是 我可以看龙的起源 中国人的龙的起源 有成四五千年的历史 在最早期呢 在殿壮的文化里面 都有用旁壳 砌成的龙 就摆在一个尸体的左青龙 右白虎 摆在那里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一种呢 保佑那个灵魂 或者保佑那个死者呢 是去到陰间的时候呢 安全 保障他们呢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但是西方的龙呢 通常一般来说呢 都是凶猛的 那他为什么会凶猛呢 就因为呢 他最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看护住 或者保守住 当时那些财富 珠宝 或者呢 很贵重的物品 他是差不多现在说 Secure来的 是一种呢 是一种呢 比较 保障那些保密的 安全的动物来的 所以呢 后来那些人呢 慢慢描死他的时候呢 就会加了他 有超能力的 超乎正常能够 人所适应的能力 包括呢 他们喷火的 喷火 喷火才喷火 而呢 又有很利的爪 这个利爪呢 能够呢 很容易将大笨象呀 将整个城市的堡壘呢 都毁起了的 甚至乎呢 逃龙的人呢 拿着一把剑 都很难跟他搏斗 差不多呢 是不敌的 是使得普通人呢 是打他不赢的 但是在耶教的那个圣经里面呢 这种这样的龙 他也会受到呢 聖人呢 譬如聖George 或者呢 聖Michael 聖Michael 聖Michael是走地下的 在地下没有见的 聖George呢 是英国的寶家 他是骑马的 他用长的矛 他可以制服到这个西方的龙 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今天呢 讲不完 但是呢 大家呢 买这本书 这本书呢 是我 研究了几十年 关于怪兽的 心血来的 可以说是心血 那大家呢 不妨呢 看了之后呢 给多点意见我们 那我们呢 也欢迎大家呢 看完之后呢 就做一个 中西文化的比较 不只是看怪兽很简单 还可以呢 作为一种呢 生活面的 常识来看 那很多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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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